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碳粉 跟氧化銅共熱以後 這個銅被還原 產生銅加二氧化碳 那這種還原是屬於哪一類型的 我們知道化學還原有四個類型 第一個是分解 分解的話它的一般型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化物 分解 分解成兩種的東西 這個只是代號 這個稱為分解 那這個化合就是 A加B A有可能是這個 比如說陽 B的話有可能是 A的話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有可能是陽 B的話呢 有可能是氫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呢化合 變成水這樣子 A、B這樣子 這種的話呢 這種類型我們叫做分解 這種類型的叫化合 然後的話 然後還有呢 就是自換 自換的話就是A、B 這個化合物裡面的B 被換出來 被C 變成多少呢 變成這個是A 加上B、C 這自換啦 自換 就B的話呢自換成C 這樣子 變成AC加B好了 這個叫做分解 這個叫做分解 分解就是拆開以後 再重新組合 就AB 加上CD 變成AC 加上BD 這個我們叫分解 好 那這種的話應該什麼呢 應該是 這個 銅的話被自換出來 變成什麼呢 變成那個碳 所以這個應該什麼呢 應該是那個自換的環印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